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接受本台專訪 講述在2007年出任城大學生會時 與中聯辦官員交流的情況 強調沒有因為統戰而被掩控 梁仲恒又承認組織有兩名成員 曾經在左派機構包括民建聯工作 但他認為職業不會影響個人的政治立場 莫子瑩報導 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接受訪問 回應政界指他與中聯辦青年工作部署長 關係密切的說法 如果是說那個年代 即是十年前 你去學生會做一些工作的話 第一你就不可能不認識張學李的 第二個就是他應該是在老師上出現的 那麼我理解是他的全職的工作 就是要社交班年青人 其實我想染紅這個字嚴重了 即是說所謂如果見完張學李就代表是染紅的話 我相信那個年頭除了港大宣佈了六四平反 之前不會和中共禁河的機構作公式交流 除了港大的學生會之外 其他那麼多學生會都是大家叫他染紅的一部分 梁仲恒詳細與我們講述 三次與中聯辦官員見面的場合 包括按照每年的慣例 接受中聯辦現請學生吃飯 他當選成大學生會會長之後 邀請張學李出席就職禮 以及在內地交流團的時候 張學李隨團出席 他強調沒有被中聯辦統戰 如果你說對港的機構叫中聯辦的話 表面那一陣就是張學李先生 張學李先生是沒有什麼人 大家也不要這樣披群 他只是一個很喜歡吹水 和很喜歡老時常出現的一個人 但是暗瓦底的事情 不在公司的層面做的 我們簡直是知道哪一個老鬼 是轉去做中間人 這些事情是一路生火相傳 通常每個會長落莊之前 就會跟下一個說 喂 總之你上莊之後 就小心啊 誰是誰 他一定會來找你 那你小心點他 記得做個好人 臭小子 他形容自己做學生會會長的時候 都被不同的勢力 標籤為不合作的人 當時不論對校方好 對於我們的學生會的前輩好 都會覺得我們這傢伙都是 都是阿尖咀利的 三千八角都是不聽教的 都是那種形象 於是可能也是因為這些原因 最後他們會去找我的莊園 幸好我的莊園也很好 他們沒有受到這種引誘而 做一些損害到 成大學生會 或者是成大 或者是成大學生的一些事 千年新政核心成員有大約10人 加起來會員就有百多個 梁仲恆承認當中有兩個人 曾經在左派機構 包括民建聯工作 由偉晶和元芳這兩個人是存在的 是在我們千年新政中存在的 兩個都曾經在文建聯 和元芳文建聯 由偉晶在大公報做過選擇工 都是事實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就不代表甚麼 我們唯一另一條路是 你不可以現在有任何的政治聯繫 而他們進來的時候也有申報 大家聚在一起 是因為佔領運動之後 在WhatsApp小組上的討論 決定透過參選 延續雨傘精神 我們能力裏面做到的事 嘗試去守護這個地方 這點是我想 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 都不會改變 如果改變的話 亦都懇請香港人 我想用你們的選票 或者用你們的方法 令到梁仲恆或者青年新政 不再在這個地方出現 如果我們做這件事 我們不值得再在這個地方 接受大家的祝福 NOTTV記者莫子映報導